腾讯视频发idol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晓彤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你就是在老眼前指教的撑伞人驱慕风出演的品色 我这次在撑伞人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小冬她是一个善良 然后比较自卑很敏感的一个便利店的收入员 第一次和韩雪导演合作的感受如何?学习到了哪些翻译地址呢? 她在现场非常的认真,然后看到分镜头剧本 然后当时我真的挺震撼的,因为那里面的每一个画面每一帧的那个镜头都是她自己去亲手操作完成的 然后我觉得我特别的佩服她 然后我觉得我也要一直有就是这样的精神存在 因为我跟他们两个人也就是都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然后陈霄她其实比较安静吧,话比较少平时 然后但是很快就是我们基本拍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会很熟络起来 就是也是一个没有距离的人 然后周柯宇的话她很认真 哪怕就是一遍一遍的来 然后但是就是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好 我觉得就是很认真 你目前出演过的角色哪个真实在你最贴近? 我觉得是楚楚吧 就是《易次小舞座》里面的楚楚 我觉得我跟她相似点还蛮多的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会喜欢自己塑造的哪个人物呢? 我觉得不管我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喜欢我塑造过的每一个角色 对 因为我都有用心地去成为她 去感受她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我都很喜欢 假如你是导演 会给你在导演成指教中安排什么样的剧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Me Before You》 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部电影 我特别想拍一个就是那种爱情故事 我觉得很浪漫 现阶段最想和哪位导演合作? 可以带些很多话吗? 最想? 当然每一位导演都想合作啊 因为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如果有合适的角色 我觉得可以的 有没有什么非常想挑战 但又不敢挑战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 能接到一个跟我现在反差比较大的角色吧 是我目前还挺期待或者说挺挑战 挺想去挑战 今年有给自己赖的吗? 有实现吗? 确实是想驰骋学场的 但是还确实没实现 下面是效能快达 总共的自拍还是15分钟了? 自拍吧 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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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必备时尚三品时 帽子吧 最常被身边人指导什么?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读处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读处的时候看电影吧 找接力什么类型的APP最多? 自拍软件 我觉得是当时最初选择去上电影学院吧 因为它是我最想去的学校 然后哪怕赌一把也要去抱一下它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初心去拼一把 反正青春只有一次 这次采访非常的开心 感觉自己抱了很多的料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导演请指教 多多关注我 多多关注腾讯视频逗姐 我们下次再见吧